大陆近日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伤人事件 河北唐山一名男性在喝醉酒后骚扰饭店内陌生女子 被拘后竟伙同伴 将女子拖拽至店外猛踹殴打 画面触目惊心,令人愤怒 事件影像在网络疯传后,引发全网愤怒 大陆言语谦近百位一人公开发声 怒斥男子伤人行径,请求警方务必严惩 像是参加过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新女郎张雨琪 就在微博发布长文,痛骂打人者是人渣 女性海青则怒斥她们是畜生,要求众叛 同样参加乘风破浪的女性张天爱发文提出 自己可以为受伤女生提供后续医药费和心理治疗等帮助 相当满心 男明星中也有不少人站出来怒斥打人男子的恶劣行为 如无打明星何嘉靖,就痛骂这帮男子是混蛋 梁小龙发视频表示,打女人的男人是狗熊 如今事件还在进一步发酵 相信法律避讳制裁不义之人